畢業季即將到來 以八年級生為主的新鮮人 投入職場有何生涯規劃 我將來就是想說 看你們有個機會 就是找個工作室 帶來一起創業這樣子 我比較想就是行銷方面那一類的 先找有興趣的 所以不會侷限於說 要大公司還是小公司 本身比較偏穩定 然後希望是進大公司 但是前提也是要 先磨練自己的能力 人管類雜誌公布2015 新世代最向往企業百大榜 針對全台203個大學科系 應屆畢業生的問卷調查顯示 Google 成品 台積電名列前三名 過去三年連霸榜首的網品餐飲 去年捲入食安風波 品牌形象受影響 人氣調到第四名 五到十名分別為 長榮航空 台灣無印良品 統一星巴克 中華電信 洪海和台營 我還蠻認同就是第一個的 就是Google 因為一直有聽到Google 就是很在發掘人才 然後工作環境又不是很拘禁 不像台灣就是比較有階級 那種觀念 我倒是蠻想試試看IKEA 因為就是可能外國的氣氛吧 新鮮人對於企業的評價 已經不再是來自一個面向而已 不在於這間公司到底歷史有多悠久 或者是在於這間公司的宣傳力有多大 他們可能會從各個角度去接觸 探索這個企業到底給我的價值是什麼 企業界表示台灣今年景氣稍稍好轉 七成企業有意招募新人 加上嬰兒潮族群開始退休 公職領域也有職缺 同時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下 年輕世代越越欲示的出國外派也有機會 就看新鮮人能否把握 我們在interview新鮮人的時候 新鮮人都會講說 他很希望要能夠外派 我們平均大概三年之後 希望要外派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新鮮人會借以講一句話 對不起 這個我女朋友說 這個這樣分開不好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地下人仇 我們更需要國際化 日本企業其實在國際上發展的品牌相當多 所以相對性他們蠻希望有國際觀的人才能夠進入日本企業當中 因為他們需要一些不是日本當地的看法 台灣人才想要在日本企業發展是相當有機會的 這份問卷調查也要新鮮人自憑優缺點 八年級生認為自己團隊合作力最強 外語能力最弱 企業界有同感 新鮮人呢 也坦白講 在這一個部分我們每一次的一個考試的時候 在這一塊通通都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新鮮人不論如何任何的狀況下 請你們不要放棄 外語一定要加強 企業界建議新生代除了加強外語能力培養國際觀 以增加自己在職場上的實力和機會 也提醒新鮮人 對有興趣的工作要多去了解實際的工作內容 釐清各行各業光些外表背後的辛苦 才不會跟著流行搶進特定行業 最後又探入錯行 中央市記者張志燕 王宜文 台北報導 所以這個已經提供給大家